10月6日,美日印澳斯国外交部负责人在日本东京举行了一场高规格的会谈 这是近两年第二次召开的四方安全对话 当天,印度知名的财经媒体《印度商业线报》发布了一条让印度人振奋的消息 印度纺织业将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受益 印度的心事,美国或许早已猜到 中间会谈席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当面将了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意军 印度人在北部边境看到了6万名中国士兵 尽管印度人自己并没有看到6万士兵 蓬佩奥的新发现却给了名次高涨的印度媒体贡献了劲爆的头条标题 印度最大的通讯社图拉斯随即报道这条新闻 印度斯坦时报、经济时报等印媒紧随其后纷纷转彩 对于长期摇摆于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寻求最大利益的印度 蓬佩奥的这一招很具有美国特色 原本军备只勾打10天的印度 近期开始于美、俄、日、澳、英、法、新等7国签订更高规格的军事合作协议和天价停单 这也是列强们对于7强派的一贯操作 各家都趁机抽点血 美国等国不仅帮助印度加大军费开支 还进一步帮助印度减少了国民收入和就业岗位 尤其是印度人本以为会在贸易摩擦中受益的纺织业受到重创 10月17日 香港销量最高的英文报纸公布 印度大批欧美纺织产品订单转移到中国 国内纺织企业订单排到2021年5月 印度人的如意算盘才打了10天 就被当面摔碎 要知道纺织服装业是印度仅次于农业的第二大产业 并且是印度最大的外汇收入来源之一 长期占到其总收入的约30% 13亿人口的印度 仿制工人数量达到5000万人规模 换句话说 每26个印度人居中 只有一个是仿制工人 仿制是关乎印度国际名称的大事 不过由于用棍打这种特殊的防治手段 让印度已经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率和死亡率增长最快的国家 截至10月28日 印度累计确诊人数近800万 累计死亡人数超过12万 而根据美国流行病学教授预测 印度感染人数已经达到1亿 目前印度超过1000万 纺织岗位被取消 占到从纺织人口的五分之一 失业问题已经很严重 欧美订单又流失了 印度的纺织产业就此会被击垮吗 这些流淌到中国的订单 在印度疫情结束后是否还会回流 如果回流 具体会在什么时间 今日 澳大利亚又向中国发出威胁 中国不要我们的棉花 我们就卖给印度 澳大利亚又能否住得了印度纺织 中国纺织业胜算计合 印度要发展纺织业的野心 不是一年两年了 上一次在十几年前 不要是在中美贸易摩擦期间 印度就想趁机崛起 故事导火索是 2001年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美国下手的理由很简单 甚至一目了然 中国的纺织产品全面进入全球市场后 扩张速度太恐怖了 2001年 中国的纺织品在全球各国进口纺织品市场份额中只有约9% 到了2005年 份额就达到了72.3% 同期 印度纺织品在全球进口纺织品市场份额从2.8%萎缩到1.6% 印度纺织品在本国出口中的30%贡献率直线下跌 中国发展太快了 美国牙根咬醉了 印度怒火 压不住了 2003年下半年开始 美国就使出惯常手段对中国出口的纺织品家电家具等大宗商品进行反倾销制裁 到了2005年 趁着美国对中国的霸权制裁 印度政府对本国纺织业进行了创纪录的高达2000亿卢币的报复性投资 印度的计划分了两步 第一步是先用5年在全球纺织品市场份额中占到15% 第二步是超过中国的市场份额做到世界第一 时任印度纺织品委员会主席拉姆辛格称之为 印度在国际贸易中的战略与准备 产业比辟原材料至关重要 纺织业中核心主导原料就是棉花 这也是印度发展的重点 政府拨款给重策就一个字 重 2004-2005年度 印度棉花种植总面积是13380万亩 中国为8476万亩 印度是中国的1.6倍 如今印度的棉花种植规模更是在全球遥遥领先 2019-2020年度 印度棉花种植面积已经达到18675万亩 同期美国为8240万亩 中国只有509万亩 印度是中国的3.73倍 印度植棉一直在增加 中国一直在减少 印度赢了吗 事实上 印度棉花种植面积一直在全球遥遥领先 作为全球植棉历史最悠久的国家 5000年前 印度就已种植棉花和棉纺织物而闻名世界 不过到了1849年3月 随着英国征服了印度旁遮布 印度全部土地沦为英国殖民地 英国数千年辉煌的棉纺织历史也就此结束了 作为全球资料开始工业革命的国家 英国从1785年就开始出现大型的纺织工厂 印度被殖民之后 标准化规模化工业纺织产品带来降维打击 导致印度本土的手工织品很快被全面挤出市场 印度棉纺织业从产品端被打回种植端 开启了殖民特色的庄园式种植 并且面积越来越大 在最近70年 除了1950年代二战之后人口恢复 印度重点改种粮食 棉花种植面积曾被美国短暂超越 其余年份印度一直都是第一 种植面积全球第一 甚至比第二第三的美国中国加起来都大 十几年来 印度为什么还是疯狂扩产 原因同样一目了然 印度棉花亩产量太低 种植面积超中国一个量级 且中国一直在缩减 印度一直在扩增 一直到2019-2020年度 二者差距空前拉到3.7倍 印度的棉花产量才十分难得的超过了中国 这一年 印度棉花产量640万吨 中国590万吨 美国只有500万吨 印度比中国高了约8% 成为全球棉花产量第一大国 印度为什么要靠种植面积超越中国 为什么不提高产产量 因为第一 提高产量 印度就会死掉很多棉农 作为最古老的殖棉国家 印度境内种植这140多种棉花 包括全球最古老的棉种 这也就导致印度棉花产量 长期逗留在20公斤每亩的水平 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与中国的差距更大 为了提高产产量 印度曾向美国密苏里州 全球最大的种子公司 孟山 引进转积棉花 转积棉花虽然产量高 乳猫长 也防虫害 卖价也高 但推水的需求量很大 印度农田水利系统很差 65%的农田灌溉靠雨水 一旦缺水 产量不如原来品种 甚至会缺收 而一亩地的棉花种子 就需要35美元 对于印度棉农 这是一笔重大的负担 很大一部分棉农 都需要银行贷款 贷款还不起 就会去贷高利贷 在印度政府拿棍子 驱使棉农种植 转积棉花之时 破产后自杀的棉农 成指数及递增 捡印度维达婆棉花 种植区的棉农 2001年自杀52起 2002年104起 2003年148起 2004年447起 截至到2010年 十余年间 印度全境种植 转积棉花的农民自杀案例 已经超过12.5万 数以10万的棉农自杀 也的确让印度棉花 产量提升了起来 2019-2020年度 中国棉花产量 约为117公斤每亩 印度的产量 已经提到空前的 34公斤每亩 如今 印度农业人口 约占总人口的72% 全国半数以上人口 直接从事农业生产 为了进一步超越中国 发展纺织业 印度棉花的产量 还能进一步提升 12.5万棉农不够 925万 50万 100万 毕竟印度只有1亿人 剩下的不能算作 印度意义上的人 以人民拼产量 并不算完 印度还在跟我们拼价格 按理来说 与中国相比 印度的棉花 本来是没有价格优势的 首先和中国相比 印度的棉花 种植太分散了 主要分布于 庞哲普邦 安德拉邦 古吉拉特邦 等9个省份 其中古吉拉特邦 种植面积最大 也只占到全印度 约25% 这些邦都是人口密集的地区 棉花很难规模化种植 因为种植散乱 棉花又是靠蜂和昆虫兽分 导致印度棉花品种 一直很难统一 并且辞助运种难度大 这也是印度棉花 产量长期受限的主要原因 中国植棉区相对集中 76%在新疆 并且新疆棉花产量 占到全国的85% 新疆棉花 几乎可以代表中国棉花 新疆棉花产量 比中国平均水平还高1.1倍 印度更是望尘莫及 再者 印度棉花几乎全部靠人工财占 印度接收棉花水平 已经提升到54% 并向全面机械化迈进 因此无论怎么算 难以规模化种植 机械化程度低 免者参差不及的印度 棉花种植成本投入 都远远高于中国 但印度就是不缺人 印度可以将棉花种植的利润空间 压缩到棉能会自杀十几万 却不会大规模自杀的临界点 体现在具体价格上 标准及皮棉 中国售价15000元每吨 印度不高于12000元每吨 价格比中国棉花低20%以上 印度不仅在原料端和中国比拼 制造端拼得同样猛烈 在前九十几个 主要的纺织出口国家中 印度的纺织工人实行 长期排到倒数第二 仅略高于柬埔寨 印度纺织工人的工资低 究其原因 离不开印度特色的民主主义 对此追溯到1919年2月6日 这一天 英业立法会议通过了一条法案 警察可以任意逮捕任何印度人 并不经神力长期关押 随后笼罩在白色恐怖下的印度人 开始进行反应游行 4月13日 庞哲普舍阿姆利则士 2万多印度群众集会时 遭到英军投杀 当场导致数百人死亡 双千人受伤 这一惨案彻底激怒印度民众 印度的反抗同样具有印度特色 1920年 印度国大党通过了圣雄甘地提出的 非暴力不合作计划 拒绝英国的封关禁决 不禁英国人办的学校 抵制英国商品 总之印度开启了反工业化之路 反映到纺织服装业 就是用手摇纺织机 取代动力纺织机 关于甘地的一幅著名宣传照片就是 它在手摇纺织 自此 曾经一度被工业机器 击垮的印度手摇纺织 又获得重生 就在印度试图利用中美贸易摩擦 提出超越中国目标的2005年 印度手摇纺织机在服装纺织产业贡献率 仍高达16% 手摇纺织机家间接 为印度提供近1000万个岗位 因此 手摇纺织被列入到印度国家级战略规划 2006年3月 印度国家手摇纺织机发展公司的官员表示 印度手摇纺织机部门的制造商 在今年的营业额增长10% 此后一年 印度关于手摇纺织的培训工程就提升了三倍 与之相对应的沙线仓库也增加了近三倍 除了手摇 印度也对动力纺织机进行政策扶持 对于一穷二白的地区还进行了改革开放 允许外资带着资本和设备进场 手摇纺织之所以被印度保留发扬 除了传承干地精神 更重要的是成本优势 近20年来 印度大多数纺织工人工资为7000卢比每月左右 而手摇纺织工人 多为更低种姓的贱民 以及妇女收入更低 这些工人每天工作12到13个小时 只能获得48卢比的收入 甚至工厂只管两个份 印度的资本方将加工成本几乎压缩到零 即使如此 手工做出的杀利床单毛巾 也仅仅与印度本土工业生产的布料成本持平 由于利润太薄 甚至没有利润 手摇纺织从业者的设备 棉花等原材料 与棉农买棉种一样 同样需要贷款 这种贷款 同样导致大量从业者 有走于破产与自杀边缘 有了12.5万棉农自杀的先例 印度对手摇纺织产业的扶持力度也加大了 2011到2012年度 印度政府宣布 豁免了300亿卢比的贷款 这一次豁免 让15000多个经济困难的手摇纺织工合作社 30多万手摇纺织工人活了下来 避免了一场可能出现的大规模罪杀 同年 印度纺织部和印度时尚设计委员部 给了印度手摇纺织业赋予一个更高端的新使命 时尚品牌路线 这一招很具备印度特色 跳过雪走路阶段 印度的纺织工人底子实在太差 工资就是最直观的体现 多年来 与纺织工人相关的最大新闻依旧是罢工 2010年 安德拉邦 古吉拉特邦等地区 5万名纺织工 因绵纱涨价而罢工 2011年7月 印度国家纺织公司下属的5家纺织厂工人罢工 同年12月 印度地路普真知集群 4500多个工厂 15万名纺织工人集体罢工 即使2014年 印度断工末底上台之后 情况也并为好转 甚至有了恶化 问题的根源还是印度特色的劳资纠纷法 这款法律规定 员工数量超过100人 企业裁判时 必须获得政府批准 而自从此法诞生以来 政府批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因此为了不违法 直到2010年 印度80%以上的制造企业 雇佣人数少于50人 劳动法不改变 印度的企业就无法真正实现规模化 就无法在全球竞争中具备优势 目的上台后 本想大干一场 给劳动法松绑 让制造业扩大规模 并且给庞大的低种性建民 增加就业机会 释放全印度劳动力的产能 但事与愿违 高种性人既不愿意改变现状 更不愿意与低种性建民抢夺 2015年 印度高种性利益集团 就组织发动了1.5亿人规模的全球性罢工 莫迪的改革之梦只得作罢 印度又回到了低种性低端手工 高种性无法规模化生产的历史旧循环 印度的棉花种植 纺织业 只是印度第一第二产业的缩影 印度国家产业同样如此 这样的国家体制之下 几乎无法在完善自身第一第二产业之后 再发展第三产业 就像从手工坊制造时尚 印度的产业是跳跃时发展 究其原因 中间过度阶段规模化生产 对印度来说太难了 正是这个原因 印度制造业在全国的GDP的占比 一直少到畸形 这也就导致印度IT服务业全球领先 第三产业一度占到全印度GDP的65% 当印度的服务业所服务的 并非本国制造业和农业 而是承接发达国家的外包服务 即所谓世界办公室 因此 印度的核心产业具有极强的对外依赖性 全球经济环境不好时 印度的状况就更加恶劣 事实也的确如此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2020年 全球GDP将下滑4.4% 印度则下滑10.5% 成为全球下滑程度最高的经济体之一 在预测中 只有产业结构健康的中国一直独秀的增长1.9% 在当下环境中 印度却再次提出发展防制业的宏大目标 并且想趁其超过中国 印度真的有希望吗 澳大利亚能帮得了印度的忙吗 印度要赶超中国并非完全的妄想 不过印度纺制之梦能够实现 就要看中国能给出多大力度的支持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 唱衰纺制产业的论调就已经产生 全球纺制业已经饱和 尤其是近十年 全球棉花产量的确在未明显增长 特别是2015-2016年份 甚至出现19%的暴跌 也就是说 纺制业的增量战争已经结束 全球的纺制业已经进入到存量竞争阶段 2005年之前 中国生产低资价低的纺制企业 占国内所有纺制业的10% 中低端企业占比80% 高质量企业10% 整体而言 设备落后 产品质量低下 在这种结构下 中国纺制服装产业 虽然做到了全球最大 却和如今的印度一样 是典型的人口密集型产业 当时我们拼的是性价比 走的是小米路线 行业利润只有3% 与印度压榨劳动成本不同的是 中国是向科技要效率 向高效要利润 十年之后 截止到2016年 中国纺制产业生产环节 信息化普及率就超过50% 三分之一的纺制设备联网 实现物联网化 中国拥有了从棉纱织布 瓢染 制衣 全流程的全球最大规模的 智能化制造产业链 以仿上来说 平均万定用工 从2010年的80人 下降到2015年的60人 而根据纺织工业发展规划 2020年将下降到20人以内 反映到利润层面 2006年之后的10年 五股纺织工业规模以上企业 收入年均符合率增长10.67% 利润总额年均符合增长率15.15% 还句话说 利润增长速度超过了收入增长速度 中国纺织产品 开始走华为的高端路线了 至于高端到什么程度 山东如意集团就是一个代表 一皮布只一辆蓝色莱斯 在此不得不提 中国除了棉花纺织是世界第一 花枪纺织也占据全球70%份额 除此外 中国还是羊绒生产大国 全球75%的羊绒生产 70%的高端羊绒加工都在中国 把一颗羊毛拉到500米长 在世界独一份 山东如意不仅羊毛 仿线长度远超国外 30多项专利 还填补了多项行业空白 尤其是小托荣支撑的布 每米售价6.8万元 一匹就能换一辆点击豪车 如今 意大利 英国 法国 日本 全球公认的四大时尚之都 超三分之一的奢侈品牌 从中国采购高端布料 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必须要淘汰落后的生产线 这就是印度的机会 为了追赶产量 印度无节制 种植棉花 为了加工 印度手摇纺织 动力纺织 招商引子 其上阵 而全球最大的纺织装置制造国 就是中国 而印度极缺纺织设备 2005年 印度提出超过中国的目标 同年6月 印度至少80家纺织企业 赴上海参加国际纺织机械展销会 理由也很简单 与欧洲同等质量的设备相比 中国纺织设备 与欧洲价格的三分之一 印度企业之所以如此踊跃 还有另外一项原因 2007年 政府对纺织产业的投资基金就到期了 而在此之前 印度的50%纺织设备 还是1980年代的老古董了 印度的纺织业要进入现代化 急需从中国进口纺织设备 当然是中国纺织业升级之后 本国企业不太需要的设备 自此之后 中国一直是印度纺织设备 最主要的进口国 占印度纺织设备 进口总额的三分之一 尤其是从2008年之后 一直到今年 印度已经成为 中国纺织设备出口额最大的国家 有了设备之后 具备了规模化生产 更高水平产品的能力 印度也加大了 对中国纺织原料的进口 除了纺织设备 根据印度快报报道 印度每年从中国进口价值 4.6亿美元的合成纱线 价值3.6亿美元的合成面料 以及价值超过1.4亿美元的纽扣 拉链 衣架和针等配饰 可惜的是 由于印度特殊的国情 中国不断释放出去的 第一端纺织红利 即使中方有意主动帮助印度 印度也不能够完全记得住 过去5年 由于和印度同水平的成本 劳动力 孟加拉国的服装出口额 已经从260亿美元 增加到超过330亿美元 同期 印度的服装出口额 一直滞留在360亿美元 根据Criso Research数据研究 由于新冠肺炎大流行 印度的服装出口 可能会因此减少30%到35% 与此同时 世界第三大服装生产国越南 被称为中美贸易 印度疫情中最大受益者 2020年8月之后 大批欧盟资本和订单进入越南 越南工商部表示 越南的纺织及成衣液 在2025年前将增长67% 许所谓不选择印度 依旧是这个国家根深蒂固的历史原因 在印度建新工厂 极其耗时 获得全部批准需要很长时间 再加上印度说不得 碰不得的劳动法 更是让人无二胜位 理论上说 印度会在这次摩擦中收益 然而印度的实际情况却并不允许 因为印度特殊国体的限制 导致印度纺织业 以及整个印度制造业 以至国家前进 2019年 获得还想扮演印度的救世主 想再度学习中国的经济制度改革 将国营单位私有化 提升市场竞争力 类似于中国的混改私有制改革 这一下再次激怒了印度人 准确来说 还是印度高种性阶层 在印度 国营单位的岗位是可以继承的 一旦市场化就失去了 世代相传的金饭碗 2019年1月 印度爆发了人类历史上 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罢工 印度银行 保险 电信等各个部门工会 组织了两亿人 起来反对新政 莫迪的印度梦再度作罢 现在在新加坡经济缔造者 李敖光去世前 才有记者问他 能否治理好印度 这位新加坡国父 当面给出否定答案 印度存在一定的 无法解决的结构性问题 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治理好印度 仿制业最核心的两步 就是种植和加工 这两步印度都处于明显的落后阶段 一步落后 步步落后 印度想超越中国 中国也正在把低端生产线 释放出去 或主动或被动 帮助印度发展 事实确实 印度就是发展不起来 在全球仿制业中来看 印度处在更低端的地位 这也就是为什么 印度大批欧美仿制产品订单 转移到中国 具体到订单 多是毛巾 床单之类的低端仿制产品 这也是为什么 中国工商部冷静回应 只是正常市场行为 客观来说 欧美仿制订单从印度流入中国 只是短期内做出的印记方案 低端仿制产品 对价格极其敏感 一旦印度疫情缓解 订单就会回流 这个过程两三年就会应验 或者更快 我国之所以做出决定 限制澳大利亚棉花 趁其进入中国市场 除了澳日印美的小动作 更重要的是 中国不需要为了来自印度的 短期低端订单 而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建设 因此不论出于短期 都不能放任澳眠进入中国 防制业只是中国产业的缩影 伴随着中国制造升级 中国自身的节奏感越来越强 不论是印度 澳大利亚 还是美国 都很难在搅乱中国的步伐 不论对方是名枪还是暗箭